這個array 的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的範圍要抓資料的範圍 就是array 要抓資料的範圍 那按F3 剛剛有一個考題有沒有 考題就是abc三欄 那這三欄裡面的話呢 分別由我們要的資料按確定 再來的話呢 rho number rho是什麼呢 rho是列嘛對不對 那剛剛我們match之後 是不是得到一個什麼數字 就是列號嘛 所以呢請你就把它怎麼樣呢 貼上去就好了對不對 貼上就好了 貼上之後的話呢 再來呢 column number是什麼意思 column就是欄的意思 也就是剛剛那個array 的範圍 那我們要抓回來的資料呢 剛好 題目的部分在第三欄 所以請你輸入3 按一個確定 題目就抓過來了 有沒有抓過來 我們看一下第三欄是不是 3嘛 2是答案嘛對不對 1是編號 編號 好 那這樣的話呢 資料就抓過來之後 請你把它點兩下 就通通都過來了 那如果說呢 這個寬度不足的話呢 請你再把這個範圍呢 格式 儲存格裡面呢 對齊方式喔 自動換行確定要打勾啦 按確定 那如果說資料放不下的話呢 看再把它稍微縮小一點 自己再調整一下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正確答案呢 應該是 第幾欄呢 第2欄對不對 那 你會想說 那再做一次 不用啊 就是跟那個V6卡人數一樣嘛 反正就把這個範圍的什麼呢 這個公式怎麼樣呢 複製起來 其實這個範圍等於也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按取消之後的話呢 正確答案的部分呢 請你把它貼上去之後的話呢 把第2 第三改成第2 按一個打勾 那這樣的話呢 正確答案就出來了 正確答案就抓過來了 那底下的話呢 我們再把它填滿 填滿到第80筆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這個練習 好 那就可以知道答案 只是說呢 接下來呢 我們要讓這個使用者能夠 再做一個比對的話呢 這部分該怎麼做 等一下再來看 試試看 index配合match 換一是找某個字 在某一個長的字串裡面的位置 在第幾個字 如果有找到 就是會產生第幾個字的位置 跟這一題不太一樣 這邊是找那個數字的 數字在第幾列的意思 match是 就是某一個 某一個字 它是在某個範圍裡面的第幾列 會回傳回來是列號 那再用index 把那一列的資料呢 再抓回來 所以match找了字串 在哪 它在某一個字串裡面的位置 對 如果找不到的話 就會產生一個錯誤值回傳 那為什麼這個不直接用 那為什麼這個不直接用 它會看到 或者是